今天发布的《十四五中小企业发展规划》中 提到将在各省制定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评价标准和办法基础上 完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小巨人企业评价和培育办法 最新数据显示 全国已培育3批476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带动各地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万余家 今年以来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 特别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表现优异 发展韧性十足 来看报道 在石家庄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一批刚下线的光通信芯片专用检测设备正在调试 这款由企业自主研发的芯片测试机 让交货周期从半年缩短到了两个月 成本降低了25% 目前已经累计交付测试机130余台 今年9月这家公司入选国家重点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十四五期间通过实施企业上市叠变计划 专利护航行动等一系列更具有针对性特色性的帮扶举措 服务全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除了各地的培育扶持措施 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为上市中小企业的发展注意不少 今年上半年创业版小巨人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平均同比增长 均超过40% 科创版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同比增长49% 新三版挂牌小巨人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0% 净利润同比增长近50% 贝特瑞是国内最大的锂电池正负级材料生产企业 去年以来 其先后在江苏新上了大量的生产线 在石墨烯原料以及石墨烯薄膜方面加大了科研投入 随着北交所的开始 为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增加了融资渠道 贝特瑞的市值一度突破800亿关口 可以说北交所要公布这个信息实在对我们来说在那是太好 实际上我们能够预期在未来十年 就是真的会出现这个电池企业材料的龙头企业